哈嘍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萬 今天 Warzone現在戰獄突然發布了一個更新檔 裡面包括許多武器數字上的一個改動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直接來看看他改動了些什麼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新槍Vargo S 他的414mm的自訂槍管的子彈速度增加了35% 要用過Vargo S的人都知道這把槍定位非常的尷尬 他打近的不夠強打遠的也不夠強 就只有打中距離的時候還不錯用這樣子 所以這邊他針對Vargo S做了一點點的Buff一點點的加強 不過我個人認為這個加強的治標不治本 他不會讓Vargo S強大到哪裡去 只會變得稍微更有一點點的競爭性而已 接下來看到的是NZ-41的部分 他的爆頭傷害倍率從1.5倍減少到了1.3倍 這個改動讓NZ-41再次的下滑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子彈的準確度也降低了 所以NZ-41又再一次的被減弱了 接下來是我們的KGM-40 KGM-40的爆頭傷害倍率從1.46倍減少到了1.32倍 但是脖子的傷害從1.3倍增加到了1.32倍 爆頭減了1.14 然後脖子的傷害只增加了0.02 所以整體而言KGM-40又是再一次被NRF 接著我們看到Vargo這把突擊部槍 他的遠距離傷害從22點減少到了21點 然後這個VDD-287mm的槍管 他的這個有效傷害距離原本是減10% 現在減到了25% 子彈速度原本是減10% 現在減到了20% 垂直後座力控制就是 他原本會減垂直後座力控制 減了12% 現在減了更多了 減到了21% 接著是這個Cruise Nik 428mm 05V的這個槍管 他的這個傷害距離原本呢 是加40% 現在呢 只加26%了 所以Vargo這把突擊部槍也被NRF了 接著是我們看到現代戰爭的KILLO-141 這把突擊部槍啊 各位如果呢 在第四季RELOAD的這個第四季技術更新之後 有用過KILLO就知道 哇 他變得非常的強勢啊 而現在呢 官方可能發覺到不太對了 他們把他的遠距離傷害呢 從23點減到了22點 只減1而已 還好還好 他KILLO呢 他在中距離呢 還是會非常的強勢 各位放心 可以繼續使用他沒有問題的 接著我們看到衝鋒槍的部分 Armogura這把衝鋒槍呢 他的 舉槍瞄準時的移動速度 減低了 接著是這個.302字短型 34發彈匣 他原本呢 是減14%的有效傷害距離 現在減到了25% 8毫米庫爾茲 72發彈匣 他的有效傷害距離呢 原本加10% 現在只加了5% 然後這個 Movement Speed 就是他的移動速度呢 原本 是減4.2% 現在減到了5% 接著這個第二個 短型槍管呢 他原本呢 這個 你的舉槍瞄準時的移動速度 是加20% 現在只加18% 所以 阿姆顧蘭這把槍呢 主要是針對這個 舉槍瞄準時的移動速度 減了一點點 就一點點而已 所以其實 無關痛癢 而這三個NERF呢 我們呢 基本上是不會用這三個配件的 我們槍管呢 是用 最後一個這個 這個精準槍管 而彈甲呢 是用60發 所以這邊這三個配件的 這個NERF呢 我們不需要太過在意 阿姆顧蘭仍然 是一把非常好用的衝鋒槍喔 接著是Marco V的部分 Marco V呢 他增加了他的這個垂直後座力 然後Marco V呢 不再那麼的雷射 不再那麼的好用 不過呢 實際上加了多少 我們還要再去測試看看 接著是H4 Blixen H4 Blixen的最大傷害呢 從40點減到了39點 然後這個 最大的有效傷害距離 就是我們 這個傷害第一次衰減的這個range呢 他從9公尺降到了只有8公尺 所以呢這個H4 Blixen呢 他在8公尺後 他的傷害就會開始衰退囉 然後我們最常用的這個 17F3最後一個槍管呢 他的子彈速度原本是加50% 現在只加了35% 原本呢會增加這個移動速度 現在不增加了 原本會增加這個 舉槍瞄準時的移動速度 現在也不增加了 然後這個7.62 Goronco 54發彈匣呢 現在他會減2%的移動速度 所以H4 Blixen的機動性 不再那麼好了 傷害也變低了 那麼呢 他可能 不再那麼的強勢囉 接著我們看到手槍的部分呢 沙漠之音這把手槍呢 他的波子的傷害倍率 上支的傷害倍率 還有下支的傷害倍率呢 都從1.1倍減到了1.0倍 接著我們看到 輕機槍的部分 Widley這把機槍呢 又被buff了 他的這個 Srouded Barrel 這個Srouded槍管呢 他的有效傷害距離呢 原本會減30% 現在只減20% MK9這個槍管呢 原本會加15%的有效傷害距離 現在加到了30% 接著這個45發彈匣呢 他的這個有效傷害距離呢 原本是減20% 現在只減了10% 最後我們看到散彈槍的部分啦 散彈槍的VLK 這把現代戰爭的散彈槍呢 在上一次的更新呢 被buff了嘛 現在呢 他被nerf了喔 他的最大的這個傷害啊 從60點 減到了38點喔 然後最小的傷害呢 就是14點 增加到15點 所以這是一個 大大的nerf啊 這幾天呢 如果有在打藏寶之地的朋友們 應該會注意到 很多人會拿這個 VLK的龍襲彈 然後進去打你呢 一發到兩發 你就會倒了 而現在呢 他把這個最大傷害從60點 減到了38點 所以這種情況呢 應該是不會發生了 最後我們看到呢 先鋒的槍呢 會有一個特長呢 叫做振奮 他振奮這個特長呢 原本呢 會有 給你更好的後座力控制 現在呢 減了1%的後座力控制能力 那麼以上呢 就是WARZONE 現代戰獄今天 突發更新檔的一個內容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啊 我的頻道呢 已經快要打成 一千訂閱的里程飛了 再來就是在我的影片下方點讚 在下方留言 你們留言呢 我都會看 也都會回覆喔 那麼我是老萬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